大家好,我是蔡宇扬 很高兴的能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学习古三世音盘顿甲终极课程 婚恋篇,婚恋复合布局方法 婚恋复合布局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一般求复合的人都希望对方主动来找自己 这是求复合局的关键所在 明白了这个原理呢,我们就好操作了 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是很要面子的 在恋爱当中呢,如果说两个人分了手了 都希望呢,对方主动来找自己 一方呢,放下架子来安慰自己 这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理 所以说我们在帮别人摆求复合布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点 第二,就是确定仲神与合冠落宫 如果有似害呢,我们就解似害 这个都是通用的方法 有似害,那我们肯定要解似害 解了似害之后,这个人他才能够恢复正常能量呢 才是百分之百的 第三,布局思路就是通过公卫的相生原理 让合甘公升这个仲神公 难通关的啊,我们就用移心换斗 当然这个移心换斗在移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不是随便去移的 因为你移两个公卫 其他的六个公卫,你也要注意 第四,帮伴侣呢,还情债 如果双方有过流产,一定要超度 因为这个堕胎英灵呢 很多时候都会干扰着双方 因为他把双方的这个阳气 吸的越来越少 那双方就会变得不理智 当我们的阳气变少了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呢,就容易被其他的一些灵体占据 所以我们呢,不能够左右我们的身体 就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或者说呢,钻死牛角尖 解不开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注意这些 所推的公卫,一定要上司纲 上了司纲呢,见效快 这些呢,我们都需要重点的去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88年的男士,求婚姻复合 这个呢,是他上来就告诉我了 他是1988年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呢 直接的就找这个物 物所落的这个宫位 物落在了正宫 这个物呢,和鬼是相合的 这个鬼呢,落在了 前宫 我们可以看到他临了一个马星 代表的就是走了 而且呢,这个男的 落的宫位呢 地盘又是鬼 代表着这个男的非常爱这个女的 所以呢,他想过来进行复合 那我们如何来给他进行处理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男的 所落的宫位 是没有死害的 但是这个女的 所落的这个宫位呢 淋了一个 太阴 而且呢,是 这个女的所落的宫位呢 他是空亡的 而且呢,丙火是入木的 通过这个盘 我们可以解读出来 这个女的负能量比较多 情绪化比较严重 临了天任星 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就是 他自己觉得呢 很累 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呢 都提不起兴趣 内心临了丙火 就代表着呢 他内心比较压抑 看不到光明 这个丙火 我们可以把它呢 翻过来 再去解读 也就是把地盘 三七六一的丙 翻到天盘 他落在了昆宫 昆宫呢 临了一个白虎 临了一个天星星和死门 下面呢 是更加以 说白了 就是内心充满了抱怨 对这一段 夫妻感情呢 就是不抱任何希望 而且呢 临了这个 白虎 就代表着 各种的反抗 因为这个丙 对应的地支呢 是身 我们可以看到 身 是落在这个位置 他对应的月降呢 是 天罡 B 也就是说 夫妻生活当中呢 充满了斗争 充满了就是 勾心斗角也好 或者说呢 就是打架 我们从影竿来看 也能看出来 更加以临酒地 也就是夫妻的这个关系呢 出现了问题 有很多呢 就是 不能沟通的 这个像 因为临了渡门 渡门呢 代表着堵了 所以说呢 他们的夫妻关系呢 也是堵了 这个男的临了天府行 其实代表性格呢 还是比较好的 临了这个物 也代表着呢 这个人 比较呢 就是忠厚老师 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人 只是临了生门 生门呢 没有畸形的情况下 也代表着有生气 有生机 但是熟组的人呢 就容易不善于 变通 他是生他的 但是一个宫位呢 是通的 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临了太阴 太阴呢 就和一些隐私 或者说呢 金岸面有关系 而且呢 这个鬼下边临的是饼 也就代表着 这个女的 容易在外面呢 招一些烂桃花 而且呢 这一块 这个鬼 又是石杆 所以说呢 就代表着 有过流产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鬼水 淋的饼 饼代表着阳气 但是这个饼入木了 就代表着 这个鬼水 没有阳气了 那就代表着 这个孩子 死了 而且呢 淋的是马星 所以说呢 第一步 他是要先处理 这个堕胎 英灵 把堕胎英灵 靠路走了以后 他就没有一些 灵界的干扰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处理 他的这个宫位 这个宫位 空王了 入木了 我们在前面讲过 如果说有空王 空王的宫位里面呢 又有畸形 入木 或者是门破 我们直接的解 畸形门破 入木就可以了 就等于把这个空王 添石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 解这个 丙火入木 来添石 这个宫位 因为对宫呢 虽然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个庚 那我们要先安庚金 用四张乙旗符 放到这个宫位 或者说呢 拿一张王旨 画一个九宫格 然后呢 在训宫的这个位置呢 写上四个乙字 放到这个训宫的位置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白虎呢 所住了 合住了之后 我们再动这个宫位 当然我们要先找出 这个宫位的相依物 找到相依物之后呢 安完白虎 大约十四分钟之后 再去动这个宫位 因为训宫 代表的是一四七数 也代表的是四 我们可以用十四分钟 如果说是六仪 入木了 我们可以呢 直接先把它呢 转化成地支 然后呢 用和它对冲的 这个地支的地支符 来冲这个宫位 这样的话 就能够把它呢 冲出木 但是呢 三旗不一样 三旗如果入木了 那我们就直接的拆就可以了 如果对宫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用对宫呢 去冲 但是对宫有白虎跟机 我们就不能用它去冲了 所以我们就找 符合这个宫位的相应物 然后呢 把它移位 轨代表的是液体 和液体有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 鬼水呢 也代表着黑色 这个宫位 淋了空 又淋了太阴 灵火呢 又入木 就说白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比较的暗 那这个 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说白了 就是西北 它的灯 不亮了 或者说呢 西北这边有一个大功率的电器 和水 有关 靠在墙边 而且呢 经常是 拆合的 因为淋了一个马星 代表着洞 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 挪走 这个东西 是什么 当这个宫位的符号呢 我们把它呢 都解读完了 还不能知道它是什么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看隐干 还有月降 这个隐干呢 是庚家乙 庚家乙呢 落在了这个 迅宫 迅宫 临了天水星 临了渡门 代表着呢 就是说和神佛用品 或者说呢 和这个催财的 风水 用品有关 为什么呢 因为下边呢 是有一个物 而这边 这个鬼水 是阴的 跟它相对应的 地支呢 是氦 氦 对应的月降呢 是小吉 满 小吉呢 代表着收获 所以说呢 应该是一个 化煞的 风水迹象物 是和液体 有关的 可能是 风水轮 或者说呢 是摆的 这种 高山流水的 这种小喷泉 这样的一个 东西 在这边 我们把这个 项衣物 给它找出来之后 让它挪开 就可以了 这一步 完成了以后 那我们就来 帮着 崔富和 因为这两个 宫位 本身就有 先后天的 一个关系 有先后天的 关系 就代表 两个人呢 是有缘分的 这种情况下呢 就好顾局 当然有人 可能会问 就是这个 公位 它是空王了 为什么 不转公 转公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转到了哪一个 公位 转到了 离公 离公 虽然是 升这个 更公 但是他们两个呢 没有共同符号 相连 如果有共同符号 相连的 我们就先处理 这个 有公位符号 相连的公位 而且呢 又是 先后天的 一个关系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六合公位 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我们呢 帮着 求复合 那就把这个公位的问题 给它解决掉 处理完了这个公位之后 就涉及到 我们要把 其中一方的 这个吉祥物 放到 另一方的 公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把 落在 更公的 这个物的 这个符号 相运 放到了 前公 它是入木的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 那我们怎么来办 那我们就可以呢 把这个 鬼水 它的一个相运物 找出来之后 放到 东北 这是一种 方法 另一种方法呢 就是 把这两个人的 符号 同时呢 放到 六合公 这样的话 会形成 共振六合 对他们的感情呢 会有所帮助 那我们先用 第一种方法 那就是 找 这个 前公 所代表的 这个相运 应该呢 是一个 高山流水的 这种呢 风水轮 这个风水轮呢 是带电的 然后呢 把它放到 东北 正宫的位置 这样的话 他们 就构成了 这个关系 当然 这个 鬼水 下边的丙火呢 也代表着 第三者 所以我们在 摆放的时候呢 可以把 丙火 去除 就直接 摆一个 风水轮 放到 东北 就可以了 这是 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 共振 这个 六合 那把这个 风水轮 直接的放到 这个 对攻 然后呢 我们再 解读 这个 更公的 相义 然后找一个 符合 正宫相义的相义物 放到 对攻 之符 代表有名的 贵重的 物 跟鬼 放到了 一起 再加上 天赋星 生门 这个 很好解读 那就是 财神 因为 这个 宫位外边 饮干饮的是 丙 丙落在 昆宫 临了白虎 白虎呢 代表的是 武将 所以 为了解除 两个人 和这个 丙的关系 我们直接的 用 文财神 摆一个 财神像 放到 对攻 什么时间 摆呢 我们可以 选择 在 更公 这条 线的 位置 去摆 因为更公 所落的 这个 公位 代表的是 丑和银 丑呢 是在 这个位置 它外边的 月降呢 是 丛奎 和定 丛奎和定 代表的是什么呀 就是 天三门 和第四户 如果我们在 天门 地户 开的时间 去做事情 那是 会更好的 我们可以选择在 丑日 位日 因为 位日的话 拟的 也是 太冲 开 也是天门 地户 开 所以 我们就可以选择在 丑日 或 位日 下午的 一点 到三点 进行 布局 把它呢 放到 对宫的 这个位置 来进行 共振 帮它呢 来求 这个复合 它会形成 两种情况 如果说 把这个鬼 落宫的 这个相依物 放到 这个 更宫 那就代表着呢 这个 物会原谅 这个鬼水 然后鬼水呢 也会 回到 它的 这个身边 如果说 把 这两个 宫位的相依物 同时放到 六合宫 共振六合 就代表着 两个人呢 会找 一个人 帮着呢 去进行 说合 因为鬼水 是上了 司纲的 所以说呢 把鬼水的相依 放到这个 宫位里边呢 就是 今年 这个事情呢 就会 解决 大约呢 会在 英历的 八月份 因为现在 是 英历的 七月份 所以说 到了八月份 两个人呢 就有机会 复合 这个是 求复合的 方法 想知道更多 关于古三世 音盘钝甲的知识 你可以持续 关注我的课程 感谢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